午夜时分 中年男子突然心脏骤停 大家一让开 医生全力抢救 却从开始就陷入被动 即使这个心跳 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心跳 一定这病人心脏不跳 又要来得好 此次心脏骤停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隐情 这病人是心肌原始 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中 他是否能看到 生的希望 平安三六五 急诊二十四小时 即将播出 病人叫陈忠丽 今年五十三岁 两分钟前 老陈刚刚被120急救车 转送到了中大医院 此时他已经意识模糊 让医生更为担心的是 在外院老陈 只是被怀疑得的是 急性心肌更死 并没有最终确定病因 这将给抢救 带来极大的难度 就在心电监护设备 刚刚接通的一刻 突然发生了紧急情况 哎呀 混成趁了 郭超 走路来 准备十分 双上一百五 双上一百五 第一次 大家都让开 随后 医生开始给老陈 做心脏按压 与此同时 护士给他注射了 肾上腺素 很快 老陈恢复了自主心率 但跳动的次数 依然在每分钟 一百八十次左右 点击心脏按压 以及肾上腺素的注射 并没有起到 根本性的作用 是不是还是不好 赶紧喊一下虚主 就在徐主任 向高医生了解情况时 老陈的心脏 竟然再一次 发生了骤停 多少条 150条 装下谱 好 开始方便 大家让开 肾上腺素 零零五毫克 净面推 肾上腺素 零零五毫克净面推 赶納喊三百毫克 净面推 赶納喊三百毫克 净面推注 是吧 徐老师 是 此时 肾上腺素的用量 已经是平时用量的 两倍 对于心脏停跳的病人来说 每一次操作 每一次用药 都是人命关天 这时候我们需要 紧急恢复病人的心跳 即使这个心跳 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心跳 以必这个病人心脏不跳 要来得好 而此时 守在急诊室外的年纪栏 十分清楚 不管老陈能不能被救活 这也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 我在门外边 浑身都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浑身都讲了 很害怕 就是怕我老公有什么 由于老陈已经失去了意识 呼吸几乎停止 接下来 要在第一时间 为他打通气道 气道管理不好 那这个病人 那有 随时有可能因为窒息 或者严重的缺氧 最后失望 即使你抢就好 可能就是一个植物人 或者就是抢就好 可能就是一个老死亡的病人 这样的抢就实际上 没有任何意义 要把气囊拿过来 呼吸球拿 这个就氧气 就氧气 好 速度快 三次比较 函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七管 三管 准备 七管 三管 四管 好 继续安押 医生用最快的速度 打通了老陈的气道 他渐渐恢复了呼吸 虽然经过了两次电击除颤 和强行药物的使用 但陈中立仍然处于恶性心率失常的状态 对于能否挽救他的生命 谁都无法预料 此时 朱志医生徐昌盛意识到 应该让家属 有个心理准备了 对于医生来说 每一次向家属交代病情 都要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 此时 南京的夜色显得格外凝重 拿到并未通知书的年纪栏 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老陈和妻子年纪兰 都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因此 两个人都格外珍惜这份 来之不易的情感 夫妻俩的生活过得很节俭 陈中立做搬运工 赚来的微薄收入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可想而知 如果老陈真的发生不测 将给这个家庭造成怎样的后果 对于老陈的抢救 依旧在紧张地进行着 但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抢救措施 都是被动进行的 而且效果都不明显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徐主任立即让护士通知 正在值班的心脏科主任 下来会诊 因为从我们这个抢救时期 到我的导管时期 要有一段路在 从这栋楼到另外一栋楼 这个病随时都有发生死灿的 这种可能 那么发生死灿 我就要随时给它除灿 然后还要按压 这就要一帮你的一拨人 再给它进行你的 急诊的心肺复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都是就地心肺复苏 不适合任何的办法 虽然手术的希望破灭了 但抢救依然在全力以赴的进行着 就在凌晨1点15分 恶性心律失常 导致老陈第三次出现了心脏骤停 三次心脏骤停 让它徘徊在生死边缘 抽丝剥茧 医生能否找到治病真凶 随着抢救的进行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请您继续收看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抢救的结果并不乐观 老陈的心率 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次心脏骤停的现象 仅仅间隔了10分钟 此时急诊医生的敏感性 让徐昌盛觉得 老陈的病情不同寻常 他开始怀疑老陈的病因 于是他赶紧把年纪兰叫了进来 他有没有讲头疼啊 头昏啊这些情况 头有点蕴 脚呕吐 然后他就是按照头吐出来了 我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走路上还是吐了一点 胸痛有没有这个 没有胸痛是吧 没有胸痛 他喊梦吗 没有 因为喊梦 没有 没有烟酒的嗜好 身体没有肥胖 没有糖尿病 没有明确的高血压 所以他不存在心肌梦死的高危因素 况且这个病人在发病以后 始终没有听他家属反应 这个病人有胸痛 心肌梦死的病人 往往会出现严重明显的胸痛 这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想 这边是心肌梦死 截至凌晨1点30分 抢救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 而陈中立依然处在危险的边缘 血气结果出了没有 血气结果出来了 片子是7.0 同一时间 老陈的血气检验报告出来了 其中一项素质 立即引起了徐昌盛的注意 我们在查心肌梅谱 没有发现心肌梅的血株的身高 综合这几方面的情况来看 这种心肌梦死的诊断 要打文号 徐主任认为 老陈的这次发病 并不是他自身的原因 极有可能是受到了 外界因素的影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老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心率失常呢 其实做我们急诊科医生 会想到这会不会是一个中毒的可能性 当时我老海里宣传一个念头 这个病人是不是乌头茧中毒 这些乌头茧中毒的病人 往往会出现早期出现肢体的麻木 出现恶心 呕吐 头晕 呼吸困难 严重的心理紊乱 严重的死心的心理失常 乌头茧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 它会引起急性心率失常 乌头茧是从中医常用的草屋 穿屋等药材中提取的 如果真的是乌头茧中毒 那么首先可以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 那老陈又是怎么接触到这些药材的呢 他比如吃了一点药酒 药酒啊 对对对 为什么吃药酒啊 他们就是体力劳动嘛 有时候我把腿抬着 他就吃了一点药酒 吃多长时间了 吃了有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随后 徐主任赶紧让年介兰 联系其他家属 把药酒送过来进行检验 一点四十分 老陈出现了第四次心脏骤停 但是这一次与上一次间隔了将近二十五分钟 同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经过电击后 他的心率还是逐步下降 这让徐主任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第四次心脏骤停后 老陈的心率一直都很平稳 就当所有人都感觉 老陈的病情已经相对稳定时 三点五十分 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病人刚才体温升到三十八度 然后我们给一个冰冰贴降温 然后给酒精穿越了一个冰块外敷 现在体温没有下降了 其实反而更上升了 现在体温有将近四十一度 即刻用冰带是吧 冰冰贴是吧 对对对 那这样把那个冰水 这个静板里面 五百氧冰水静板筋 盐水五百氧低啊 冰盐水 冰水啊 好了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物理降温 陈忠立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 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药酒检测结果出来了 我们监察了这个病人服用的药酒 这个残渣以后 发现里面确实是有一种草屋 那么这个草屋呢 它是有毒的重要 调查分析 医生终于锁定真正病因 本是治病的药酒 为何会变成毒酒 四次心脏骤停 它又能否转危为安 请您继续收看平安365 急诊二十四小时 虽然老陈喝的药酒中 确实还有草屋这味重要 但让徐主任感到奇怪的是 老陈喝药酒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都没有出现中毒的情况 而且今天喝的比平时还要少 怎么反倒会中毒了呢 以前它喝好像是45度的吧 45度的 它现在换了一种是60度的酒 然后它就是那个没喝完 它又对了这个60度的酒在里边喝 因为它换了这个高度酒以后 这个中药它的溶出度就会增加 另外本身高度酒会加速它这个药物的吸收 它有个累积的效应 正好到这一次就发生了这个比较严重的中毒反应 截至 7月22日上午9点 经过一夜紧张的抢救 陈忠立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渐渐苏醒过来 守护在老陈身边的年纪栏心中 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以后我就蹭了一下 我下进了死井 就是又没动也没有那个 就是突然瘦了死井 头发一下摆了 我原前没有摆头发 没有太多摆头发 但有很少 突然一下头发摆了 至此 事情终于真相大摆 由于常年的体力劳动 老陈落下了腰腿疼的毛病 一年前 他从书上找到了一个 据说可以治疗腰腿疼的 药酒偏方 于是便开始 用45度的白酒来配置药酒 其中有一味叫草屋的药材 但是他并不知道草屋中 含有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 瘤头碱 就在药酒快喝完的时候 老陈加入了60度的白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浓度的白酒激发了草屋中 瘤头碱毒性的溶出 毒性也在他体内慢慢续积 直到当天晚上终于爆发 险些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在临床上也见到好多老百姓会自己去拿这个中药去配药酒 但是里边如果说含有一些有毒成分的法 比如说草屋 那么就有可能因此中毒 临床上确实也发现这样的现象 首先它适合不适合你 另外这个房子它的配屋能不能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 在服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及时就诊 这些都需要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 而不能私自去配置药酒 老陈是幸运的 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在他心里刻上深深的烙印 在此平安365提醒大家 不要轻信偏方的神效 更不要随意配置药酒 以免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014年9月15日下午 江苏省镇江市一再建工地 由于施工中出现技术问题 导致长重支架受力不均发生坍塌 三名施工人员被困其中 江苏省镇江市消防支队接警后 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前两名工人被困位置较浅 很快被消防队员救出 送往医院治疗 随后 消防队员们继续在错综复杂的坍塌钢管中 搜寻被困者 20分钟后 消防队员在坍塌废墟深处 发现了最后一名被困工人 后警了解 此次坍塌事故 共造成一人受伤 两人死亡 平安365提醒广大工友 在施工过程中 要提高安全意识 严格按照要求实施操作 防止悲剧的发生